Hello 所有一夜子的粉丝宝宝 大家好 我是汪聪 非常开心能再次在一夜子的品牌自播间和大家见面 那要给我们所有的粉丝宝宝送福利 我们知道今天已经是哲瀚第三次来到我们一夜子品牌的直播间了 所以我们赶紧让哲瀚先跟所有的粉丝宝宝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 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哲瀚 很高兴能够在一夜子的直播间跟大家见面 是 我们为什么要选今天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七夕马上就要到了 所以想在七夕之前请哲瀚来到直播间和所有的粉丝来聊聊天 那不如让哲瀚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忙些什么好不好 最近就是录节目 然后做活动 然后看剧本 对 就是我最近比较忙的一些事情 而且知道你是体育迷吗 所以刚结束到运会肯定有看吧 看看看 就是不论是化妆的时候啊 还是回到房间里啊 我都会对奥运赛事进行一个关注 嗯 哪个奖牌是让你觉得还蛮惊喜的 嗯 奖牌蛮惊喜的 就比如说咱们国家哪个得牌了 或者说哪个运动员的成绩其实让你还挺惊喜的 其实我觉得有没有得牌 反正所有代表中国出征的奥运剑儿都是好样的 因为我看了几场都没有得牌 但是没关系 比如像女排啊 然后苏炳天啊 对 我就想说 我跑步的时候就看了女排打俄罗斯的一个比赛 然后呢 打球的时候看苏炳天 然后我就一直在边跑 哇 好球 哇 我边跑就这样了 然后还有就是看了苏炳天的那个半决赛和决赛 我都守在电视机前面看的 我特意去搜了那个几点笔 也是一直 也就跟着一起揪心你知道吗 看到就是第一个有人抢跑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对苏神的那个状态其实是有影响的 有点替她担心了 对对对 她可能 所以 因为她的起步技术我觉得是最好 她一般都起步的时候比别人快很多 但是那个起步其实她是慢了很多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抢跑的人肯定是对她心里有影响 她怕 万一自己也抢跑了 可能会没成绩或者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一定是心里非常的 就是有影响有波动嘛 所以但是就这样起跑慢了 还跑进十秒内 我觉得真的太扭了 如果起跑快点 真的我觉得很有机会前三名 你看 聊到自己热爱的体育偷偷不绝啊 今天其实在我们的直播间 哲瀚会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互动 和所有的粉丝宝宝一起来进行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今天哲瀚作为我们的代言人